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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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这么痛苦了 这最好哪一天 真的让他自然的生蛋 让他怀孕 让他能够产生的小母鸡 让他快乐一次 对不对 他一辈子生了这么多鸡蛋 没有养过小母鸡 所以能够让他孵蛋 让他有儿女 他感谢你 你生生世世家庭快乐 母子快乐 女孩子怀孕也快乐 所以等等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你到什么地方都要一直修复吧 帮他地上擦干净 以后你外表皮肤不要亮 对不对 你帮他电扇打开 窗户打开 生生世世空气好 呼吸气管好 那灯坏掉了 你帮他把灯弄好 那你生生世世皮肤好 生在一个不会跳电的地方 像我们到印度 没事情都跳电 因为他没电 没办法 所以各位如果你常去国外跑 你就觉得不一样的夜宝 长得都不一样 像我们这种华人 很怕太阳 奇怪 外国人看到太阳 太好了 越晒越白 怎么晒也不会黑 所以他们喜欢太阳 所以他们喜欢太阳 我们好像还拿个雨伞 还给他们穿 干什么拿雨伞 你为何来 台湾来 你听不懂 到海边人家穿比基尼 我们拿个雨伞在那边看人家 他们觉得奇怪 这些人也奇怪 也不把衣服脱掉 也不把衣服脱掉 还拿个雨伞穿得满满的来看我们 晒木瓜 外国人很多天体营 中国人只要快点快点来看天体营 那些也不懂得去享受 外国人他很喜欢跟大自然合在一起 喜欢跟太阳 喜欢跟大自然 喜欢跟水 喜欢跟森林 那我们华人会觉得奇怪 八个人找到这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 外国人来吃 人家来享受自然 人家喜欢看古典的东西 那我们中国人是 欲望 都会好吃 好吃 好吃来吃 那我们没有意义 我们有钱就要买 外国人不是 已经有了就不买 那我们是 这个漂亮又买了 这个漂亮又买了 你不要一个球 不要冲一下 因为这个贪 所以他们比较实际 当然各有各的因缘 但是各位你要去了解 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为他们念一下三规一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去放生 念一下 当愿所有动物有情 刚刚你说了 有蚯蚓 有乌龟 有鳖 有母鸡 有淡水 有海水鱼 通通就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 大部分都有 互生协会 然后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 去救那些动物 特别有一些野生动物 然后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广结善缘 各位要各种生命都跟他结缘 各种人类跟他结缘 各种友情跟他结缘 这辈子要如此了 所以愿他们都得以来 发菩提心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离遇尊 归身 众众尊 归佛 不惰地狱 归法 不惰鬼 归身 不惰畜身 归佛尽 归法尽 归身尽 归佛尽 归法尽 归身尽 归佛尽 归法尽 归身尽 愿我及众生 勇为三宝弟子 生生失事 不伤害任何生命 不伤害任何生命 好不好 好 归座 可以台北 可以 派人 可以台北 对 派人 也可以 派人 也可以 保护 来 保护 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同臣 佛道 阿比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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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暂体是 有些动物要放在园区吗 还是动物要在座 什么要放园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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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边 乌龟放这边 有吃过乌龟 等一下去放乌龟 不然跟他们结结缘 做好 然后他们说鸡 要放在 酒如园区 对不对 鸡鱼在这边 鸡鱼等一下要 要三四十位去帮忙 好不好 六千斤 我吃过鸡拉鱼的鸡手 哇 放下 不叫那些 最近都是八度大多 所以我们多救一些 多救一些 念一下 阿比赞 哈 哈 阿比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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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念 阿比赞 阿比赞 愿意赞 愿意赞功德 放生功德 放生功德 互生功德 互持功德 愿意赞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同享功德 现世者 及所有消灾牌位 所有动物 所有色拉且深重 所有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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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父母 建属 同享功德 消灾严寿 无病无苦 身心因果 富负 富贵 自在 同城 佛道 以此功德 会向 良黄 保产 时间 所有 往生 排位 互生 互生 延区内 过去 所有死亡 悟命 今日现场 所有 往生 排位 所有 护士 者 参与者 台湾地区 欧洲地区 世界各地 所有 往生 者 所有 动物 亡魂 同享 功德 罪 障 消除 永离 山土 同身 净土 南无 阿弥陀佛 南无 阿弥陀佛 南无 阿弥陀佛 好 各位现在念 替身 仪轨 你们不用拿 捏捏 捏紧一点 好不好 但是各位 像我每天都念 虽然我今天 可能在车上 飞机上 我没有放生 但是我知道 世界各地 都还在放生 对不对 世界各地 都在做眼拱 都在点灯 所以回向 也是一种功德 因为你回向的时候 就跟整部飞机上的人 结缘 这个飞机上 在地球的轨道飞 那你这个功德力 会跟着风 跟着跑 那重点是要保持 这种利他的心态 一方面随喜别人的功德 这个世界上 随时都有人在修行 寺庙都有在做早晚课 佛事都在建设 很多人都在精进 那你的心 那你的心就随时的 随喜随喜 然后你把这个功德 就带给有缘人 乃是你所想到的地方 虽然我们人在台湾 刚刚回向 请问欧洲地区 有没有得到功德 有啊 那些马 那些牛啊 人们啊 得到功德啊 所以各位一定要 就像前面 摆个地球 心跟地球合在一起 心跟堕胎态合在一起 心跟法界众生合在一起 所有法界众生 皆有佛性啊 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用种种的功德 来一直回向布施给他们 慢慢啊 他们就有机会 最后也正的佛性 正的菩提 所以要是佛都有这个愿 用各种方法来回向众生 解除他们暂时的痛苦 生病啊 被砍啊 被杀啊 贫穷啊 最后呢 愿他们同振普及 所以 所以我们各种动物 都不能去伤害 我还认识一只 有一个人是 他是放在寺庙里面的青蛙 来投胎的 所以他讲话就很大声 我还认识一个 寺庙里面的 蜥蜴 什么是蜥蜴 你还要拼的 对小吃到 死在活蜴 来投胎的女众 所以 其实上每一种动物 只要在寺庙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办护身员 这些动物今天送到护身员来 或是我们帮他 念的这个放生仪轨 就算他死亡了 他来世都会做三宝弟子 而且呢 会护持三宝 因为他是有寺庙三宝 救他的命 所以各位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去市场 虽然我们没办法救那么多了 你进市场为他们念佛 阿玛尼伯明昏 欺欺宝如来 然后这些死掉的 甚至还没有死的 都跟三宝结缘 他们有可能就因为这样 不堕落三恶道 然后生生世世 只要听到人家念佛 看到出家的人 看到人家带念珠 就很欢喜 就像各位拜梁皇宝灿 各位都知道 梁武帝过去做过什么 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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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朵棍啊 是不是 蚯蚓 听老和尚讲 妙法莲华经 所以呢 就可以投胎做小沙咪 然后小沙咪后来又 又因为 没有布施啊 乃至顽皮啊 后来至少又做了一个 贫穷的农夫 那贫穷的农夫 那又跟佛像结缘 那就有机会 投胎做梁武帝了 所以 那就是一只小蚯蚓都可以 所以有很多大成就者 过去都有写他们的本身故事 做过苍蝇啊 做过蚊子啊 像我就知道我做过鸡啊 所以我不能吃鸡肉 那是没办法 所以 那就了解这个以后 那各位 每一种动物都跟你有缘 所以有些什么都做过 各位 你如果没做过 你今天也不会想放生 像我 我做过水族类动物 我也做过龙 所以 我天生就很喜欢 潜水啊 但是很喜欢看鱼嘛 所以我最大的享受 我家里水族 刚好几个看鱼 看鱼 所以 因为我们叫龙族 龙族就是海鲜水产的 所以 今天我们会救狗 因为我们都做过狗 而且各位 有没有养过狗 有养过狗 那只狗一定是你爸爸 你妈妈妈 亲生儿子这样而已 没有别的 所以听我讲 听我讲两个简单故事 在台北的 龙族 我们再来哄行 去烟共 好不好 那一次去台北 然后 有一位居士 带他太太来 那是一位 电脑 电脑 专门在盲电脑 然后替我们台北 造成义工 做了很多善事 那有一次 他带他太太来 要问事 我以为要问什么事 一直讲 一直讲 然后他说 他有一只狗 然后他 每天在他 在一起睡觉 每天都睡我这边 睡了15年 死掉 就一直哭 他太太 后来后来 别烤了 你高了 别烤了 他太太安慰他 那时候就问战信师 战信师一看 就跟我讲 哇 师父可以讲吗 我说你斟酌一下 他老婆 我说这个不能讲 他老婆还在这边 这是现在老婆 那个狗是过去的老婆 所以他天天可以抱狗睡 他不要抱到老婆睡觉了 所以那只狗死了 他老婆还蛮高兴 你狗啊 你死没关系 他老婆 那也不能不讲 那讲说 啊 那个是你儿子 只能这样讲 所以你会爱他 爱得要死 你到现在一想就哭 对不对 现在赶快超度他 那他走了以后 又另外一个女居士来 那女居士也经常到道场 但是那几个月都没来 那我们刘秀峰就特别找他 师父来 你赶快来 他就戴个口罩来 有钱人吗 戴个口罩来 那为什么戴口罩 我说你生病了 没有了 想哭 为什么想哭 然后就 他就不想讲 然后刘秀峰 讲了讲了 没关系了 那刘秀峰就帮他讲了 因为他家的狗三个月死掉 死了以后 他天天没有办法睡觉 很想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出不了门 然后想了就想哭 然后战性法师一看 那是你老公 就对啊 怪不得我那么爱他 这样 那是至少他了解了 所以我们去香港 很多小女生都 用狗像被一拿出来就哭 原来是他女儿 原来是他儿子 所以各位 这个执着的感情 会让你一直这样投胎 一直投胎 所以然后投胎这个家人的家里面 你就会很执着他 或是恨或是爱 你爱的人也会来投胎 你恨的人也会来投胎 你保护的众生 也会来跟你解散缘 你伤害的众生 也会来跟你解散缘 所以有一位 有一位菩萨 他看到我非常尊敬 对我非常好 但是谁惹他 他就要打人 他就要骂人 他就脾气不好 那后来我就问战性的说 那一位菩萨人不错啊 是 师叔 他是不错 但他对别人就很错 但是他对我很尊敬 不错啦 经常拿东西给我吃 他说师父 你不了解 过去他做畜生也是你度的 他做鬼也是你度的 只有你跟他结缘 别人都没跟他结缘 所以他看到你就尊敬一点 对你很好 你打他骂他不会怎么样 但别人不能惹他 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位菩萨说 这样啦 你现在大家修行啦 你应该想办法跟别人都结散缘 对不对 你要多去放生 多对别人好 不然你要修行也成不了佛 你只有对我一个 对我一个是你跟我之间的一个缘 但是你要广结善缘 然后你平等心 你怎么对佛像 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众生 各位爱这样修行 你怎么对佛像 但是你有一个 你有师父 你对他很尊敬 那你要用这个尊敬的心态 去对待所有你的家人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给你一个标准 就是说我们对佛像怎么尊敬 那你要对蚂蚁怎么尊敬 你要对你的 伤害你的人也怎么尊敬 这个就是修行 那你说你做不到 他明明对我不好 那我干嘛要对他好 那就是修忍辱啊 修空性啊 修悲心啊 那不是很好的对境吗 你可以对佛这样 那叫佛性 那你为什么不用佛性 去对待所有众生呢 但是如果你有分别心 我爱这个 我喜欢这个 我跟这个讲话就快乐 我看到他讲话就痛苦 那你就分别心 有分别心就没有悲心 没有悲心就失去帮助众生的能力 那各位这样讲 简不简单啊 很简单 是很简单 佛法的道理很简单 但是如何实用 在生命上 这样最重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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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读诵地藏经 一段时间以后感应道交 平常都在家里为很多有情众生写牌位 天天是这样 于是数量好像太多 请师父开示 这样是否家里会很热闹 基本上也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有情众生鬼道到处都是的 但是你有悲心 就像你在这边放光一样 所以你悲心越强 来念经 这个光就越强了 他们就得到利益 而且我们佛勒力量 你念经佛勒力量 那个光超过太阳光的 你看太阳可以照多远 所以并不是说在你家很热闹这个意思 有缘的 有缘的他就可以得到 所以就像冤亲在主 你在美国 你上一辈子在美国杀了一只牛 你这辈子投胎到台湾 他会不会来找你 保证来找你 这个跟时间没关系 跟空间没关系 因为有缘 所以佛教里面 你不能用世间的时间空间来看的 所以我想 招请也不是在你家里面 因为你没看见 重点是在你的心里面 如果你会畏惧这些鬼道 你就会感受到怕 但是如果你生起了悲心 怕就不见了 重点是要让自己有光明的心态 所以你有光明的悲心的心态 这些畏惧痛苦一切都消除 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的空性 但是至少借着苦难的 所谓鬼道众生来修悲心而已 还要感谢他 所以重点佛教并不是说 轨道哪一天会完全没有 那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的悲心永恒 这比较重要 所以当然我认为 私事轨道 24小时都可以做 所以我每天晚上 大部分晚上 我就是写牌围 早上一睡醒 如果还有时间在想到 马上有写 看到报纸 那基本上 我还真希望他们跟着 但是以前觉得会怕 现在觉得 我做我该做了就好了 写完以后 水米先放在旁边 加一颗甘露丸 在门口点一个药箱 他们现在已经很快乐 很快乐 很感恩 我想你对他那么好 他怎么会伤害你 重点是我们自己的心态的问题 我们心态的问题 所以我想 必须克服这种畏惧的心态 所谓空性就是清静 充满大悲心的时候 就没有黑暗了 所以一定要 当我们会怕 那就是因为 自己的愿力悲心不够 我们更要努力 更要观想观音菩萨 更要欧妈你别命后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现在只是 你感觉到怕而已 我们希望修到哪一天 真实能够下地狱 真实跟鬼道一起生活 要修到能够超越 所以菩萨没有空性还不行 所以这个怕就是一种我质 怕自己受伤害 觉得有一个我在被受伤害 这个也是我们要克服的 但是悲心可以超越 순哦 就是一个作为 怎么办 我可以 等会 有点 这么� al 您 确实 还